近日 南部战区海军母舰艇编队 在南海海域复杂海况条件下 展开多型舰艇 多兵种 多克母实战化训练 演练中 导弹护卫舰 御林舰 模拟可疑目标 编队对其进行跟踪打击 编队指挥所下达指令 直升机组迅速前出至目标海域 展开巡逻侦察 对海上可疑目标进行方位精确标定 获悉可疑目标的位置信息后 编队指挥所随即下令 特战队员前出对可疑目标进行抓捕 特战队员成功抵禁可疑目标后 立即展开舱室搜索 并成功抓捕目标 方位13洞距离7海里 发现不明随便目标 接到编队指挥所下达的敌情通报 各站位号手迅速按照部署就位 快速捕捉并成功锁定目标 成功击中可疑目标后 训练编队完成了主炮队目标的实弹射击 并按照预定计划前往目标海域 此次训练 我们立足以实战实训 连阵连训的标准 结合当前使命任务特点 相继开展 舰机协同 武装侦掌 武力营救 联合搜救等科目训练 强化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 不断提升官兵打印本领 再来看一条来自南沙的好消息 近日专门针对热区岛礁部队官兵设计的作战服装 开始在海军南沙守备部队试穿 这是在前期试穿热区岛礁作战靴的基础上 又试穿了新型热区岛礁迷彩服和热区内衣裤 南沙守备队官兵 常年驻守在南沙岛礁 高温 高湿 高盐 高辐射的恶劣自然环境 给官兵们的生活训练带来很大挑战 此次试穿的热区岛礁迷彩服颜色 为城市星空迷彩色 款式以新型通用作战服款式为基础 对腋下 衣兜等局部进行了优化设计 面料采用笛 棉等混纺织物 具有吸湿快杆 易军抗军 燃烧布容低 耐磨抗撕裂等特点 可以满足南沙岛礁官兵 多种作战训练的防护需求 新型热区岛礁迷彩服不仅贴身舒适 而且十分轻便 穿着新衣服进行训练 我更容易放开手脚 动作更加舒展 训练成绩也有了提高 热区岛礁内衣裤颜色上衣为灰色 款式为短袖圆领式 采用双层针织面料 外层为中空聚织纤维和莫带尔纤维织物 内层为植物纤维织物 短裤颜色为藏青色 面料为高织长绒裤和笛轮 服装整体具有单向导师 抗军防臭 舒适透气挺阔宝型的特点 我们将指导部队 稳步推进热区岛礁服装的试穿工作 即使组织官兵 结合练兵备战和工作实际 实践检验热区岛礁服装的功能和战绩性能 在防复性舒适性和款式设计等方面 研究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确保试穿工作觉得实相 寒冬腊月 高原助训官兵迎来了严寒极限的考验期 冰天雪地 高寒缺氧 如何让人和装备保持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的状态 考验着部队的后装保障能力 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各后装保障分队 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前不久他们再次出发 顶着高原凛冽的寒风 把生活物资和医疗服务送上喀拉昆仑 送到戍边官兵的身边 担负运输任务的部队 常年奔波在高原补给一线 为了确保车队安全 团党委委员跟车制度便一直延续下来 这次我们给大家配了一个中型的氧气瓶 这个氧气罐 要去三个小时放 能够满足三个小时的充氧量 副团长雷延明 滔滔不绝地跟我们介绍着 车内的各种保障设施 就好像在介绍自己的家一样 还配了一些榨菜 你看这些急救班 医疗高原药品 这个电视笼 锅 氧气罐 这些东西的配发 解决了我们 汽车部队官兵的生活 和后部自由 为我们完成各项任务 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 和良好的基础 车队一路直上 海拔越来越高 今年许多高原助训部队 都把营地 设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 山脊一线 由于山高路险 集养物资运输极为困难 为解决这一难题 上级配发了新型全地形车 来运送补给 这种新型全地形车 爬坡能力超过了35度 采用非金属履带结构 结实耐用又不损坏路面 拖挂载重可达1.5吨 极大的保障了 高原助训官兵的 训练生活需求 吹尸班劳作的声音 每天都会第一个 划破卡拉昆仑黎明前的寂静 天还没亮 三十里营房兵战 吹尸班长 高级厨师乔玉红 带着战士们 早已经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如今 后勤保证的条件 越来越完善 高原早餐的花样 自然也多了起来 动服脑 符合大部分官兵的早餐习惯 带糖心的煎蛋 能够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蜂蜜蒸柿子既能补铁 又能提高抵抗力 而饺子自然是北方人的最爱 在高原 一顿完美的餐食制作 离不开新鲜的食材供应 以往从山下运送蔬菜 新鲜程度很难保证 如今 新疆军区某综合仓库 建起的25座蔬菜大棚 解决了海拔 4500米以上地区的蔬菜生产难题 种植的35个蔬菜品种 最大程度解决了高原助训部队 对新鲜蔬菜的需求 进入深冬 不仅战士们的过冬保障物资逐步配齐 就连训练装备也换上了冬装 为了解决装备 零下30摄氏度以下的启动难题 官兵们发明了装甲帐篷 在棉被 防雨布等 4层防寒隔离措施下 帐篷内外温差可达20度 如今 装备出动时间缩短至5分钟以内 真正实现了 在确保战斗力的情况下 保障装备过冬 在高原助训 官兵健康是第一位 记者一行 在陆军947医院野战医疗点 采访时 正好碰见医务人员 紧急处理一起急性蓝尾炎 经过初步询问 伤员突发化农性蓝尾炎 随时有穿孔的危险 还拔4500米的高原 抢救行动刻不容缓 而就在伤员紧急运送途中 野战医疗点 已经开始做好接诊的全面准备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0点36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急后送 危重病伤病员已经后送至解放军 947医院高原野战医疗点 在我身后的手术方舱底 医务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救治 经过几位专家的全力救治 伤员终于得救 我看现在已经接近凌晨3点了 这样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你这样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可以 30多年这种事情已经习惯了 经常会遇到 喀拉昆仑生命禁区的禁区 如今却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正是高原官兵的豪迈誓言和执着坚守 赋予了喀拉昆仑特有的心跳和脉搏 而默默奋战在保障线上的官兵 也用他们的无悔付出 让这心跳更加强劲 脉搏更加铿腔